中国用稀土制造附和稀土钢 彻底粉碎美国垄断野心 对此美国感叹专家 中国怎么做到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制造业不但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而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原料 其中还最重要的莫过于稀土和钢铁 中国是知名的稀土大国 但是在高端钢材领域 因为起步晚 一直没有占据绝对的国际地位 而如今中国利用自身的优势 在钢铁领域打拼出了一条新的赛道 那就是稀土钢 这个稀土钢到底是什么东西 研发出来后 对中国的钢材领域究竟有多大助力 所谓的稀土钢 就是在炼钢的过程当中 往里面加上稀土元素 或者是用包含有稀土矿的铁矿进行冶炼 最终制造完成的钢材产品 稀土钢的优势就在于 它可以通过添加一种或者多种稀土元素 让原本钢材中包含的杂物的性质 形态和分布得到净化 从而让钢材的很多性能得到改善 比如钢材的韧性 钢材的耐腐蚀性能 耐磨性能等等 要说到稀土钢 就不得不说到中国的稀土和钢铁行业的发展 如果说是用视线代工业的血液 那么稀土便是现代工业的维生素 可见稀土的重要性 不管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智能手机电脑显示器 计算机硬盘等信息存储 还是电动汽车等制造 电池的生产甚至是国防 都需要用到稀土 中国在稀土资源上的储备量非常丰富 在发展稀土及其相关的产业上 我们具备战略性的优势 放眼制造业来说 稀土资源只能是制造业的维生素 制造业无法离开的重中之重依旧是钢铁行业 而中国不但是稀土大国也是钢铁大国 但是现实是 中国每年却依旧需要向海外进口上千万吨的钢铁和铁矿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方面中国的钢材需求量实在太大了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钢铁野链技术还不够先进 无法野链出满足需求的多种特殊类型的钢铁 产品的附加值不高 让中国即使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和优秀的钢铁产业 但是始终无法占据盈利空间的主导地位 为了让大国发展成为钢铁强国 中国在面对多种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 致力于大力发展高富加值的特种钢铁产业 而现在努力已经有了巨大的收获 其中就包括稀土钢的成功铸造 普通钢铁很容易在制造 运输过程中弯曲而裂开 如果想练出更优质的钢铁 就要去除原料中的有害成分 加入有益成分 并通过一定的技术工艺再进行生产 要想提高钢材的使用率 钢铁材料从铁矿石转化成钢铁 必须要提纯 因为铁矿石中有各种各样的杂质 钢铁材料的提纯是有难度的 如果将钢铁混合物变成我们想要的 这是不是就比直接提取容易多了 而这就是稀土钢的大致原力体现 稀土钢是利用稀土元素取出钢水中的养合流 从而制造出质量更高的钢铁 同时提高钢铁的性能 其实最早在20世纪 研究人员就发现了 在钢铁中添加稀土 可以优化钢铁的多种性能 然而稀土钢虽好 但是既做起来 却需要克服多重难点 首先就是最关键的技术难点 稀土加入钢铁的过程中 会让钢的性能产生剧烈的波动 如何让钢的性能稳定 成为了当时技术人员无法解决的问题 其次就是如何让稀土钢从实验室走到实际的工厂中生产 因为稀土钢再也练过程中 存在水口严重堵塞或者节流的问题 这些问题让稀土钢的实际研究和应用难以推进 如何解决这些技术难题成为了打造稀土钢的拦路虎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中国虽然面临重重困难 但是经过中国研究人员的努力和不放弃 现在的稀土和钢铁可以有关系了 通过发现稀土钢问题的根源 中国的研究团队成功铸造出稀土钢 中国研究发现了制造稀土钢的根源所在 那就是氧含量的多少 之前的研究团队都忽略了 稀土资源的金属中也会存在氧 它们的存在让稀土金属本来就活泼的特性被放大 变成大尺寸的稀土氧化物 这些物质加入到钢液中 就会让稀土的夹杂物质难以上浮 然后被去除 于是稀土钢的性能就变得波动了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银氧之后 经过开发和研究 中国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种双地氧稀土钢技术 通过让稀土金属和钢液中的氧含量控制在低容量 解决稀土钢的性能浮动问题 铸造符合质量稳定要求的稀土钢 这样一来 稀土轴成钢的拉压疲劳寿命提升了40倍 在成本基本不增加 工艺流程基本不改变的条件下 即可显著提升钢的性能 中国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夹杂物萃取三维表征技术 让稀土可以在钢材中成为固容体 如果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中 就是我们可以在不增加实际成本和工艺流程基本不变的条件下 只需要在钢材中添加一定量的来试清稀土 就可以铸造性能快速增强且质量稳定的稀土钢 稀土钢在20世纪50年代被提出 一直以来被美国垄断 那时候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加强钢铁的柔韧性 已经开始将稀土添加到钢铁材料中 而事实证明 这种办法确实是可行的 因为加入稀土后 钢材中杂质对钢铁性能的影响大大降低 但是后来西方国家发现在钢水里面添加钢元素 也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 因为稀土的生产成本在国际上的价格偏高 而在实际的工业运用中 很多企业发现 稀土钢的研究技术水准无法满足 国外很多企业逐渐放弃稀土钢的研发 转向考虑其他的办法 稀土钢的研究和实际应用也逐渐冷却了 但中国作为拥有丰富稀土资源的大国 为了提高钢铁的附加值和质量 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对稀土钢的研发和制造 最终果然有志者是竞称 中国经过不断的研究 终于得到了稀土钢的创新 中国可以根据不同的钢材品质需求 改变不同的原料配比和技术手段 就能将原本普通的钢材 变成有着独特性能的稀土钢 比如可以增强钢铁的韧性 提高钢铁的耐磨性和抗腐蚀性 还可以提高钢铁的耐高温性和焊接性能 这些性能的提高 让中国的钢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中国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 稀土钢铁领域相关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 对此美国专家也感叹道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铸造出稀土钢 并且已经将稀土钢运用在了高铁的钢轨 航空母舰等多个领域 为中国打造国之重器 制造业更上一层楼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支持 中国的稀土钢已经应用在多个领域 除此之外 科学家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提出关于稀土新的可能性 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可以说现在的高科技发明和产品都离不开稀土 而不管是手机的芯片 电脑的硬盘 还是新能元气车的电力设备 车身制造 而稀土钢的应用则更是范围广阔 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发展领域 稀土钢还可以应用在国之重器领域 比如新型战斗机和潜艇 甚至是导弹各个部分都可以用到稀土钢 而在我们生活领域 风力发电机 光线 电动汽车 火车等都可以用到稀土钢 提高性能的同时还可以降低能源燃料的消耗 特别是在航空领域 稀土钢可以制造包括飞机 战斗机等在内的 包括机身 马达 叶片等航空的各种零部件 对航空机械来说 制造材料的选择尤为重要 毕竟空中飞行的设备 安全性必然是首要的 所以稀土钢就可以再提高飞机的耐高温 耐浮石和降噪功能 在建筑领域 稀土钢不但可以用到各种大型设备的 机械设备和框架中 更重要的是 稀土钢的材料相比较一般的钢材 还具备良好的抗震功能 而在能源领域 稀土钢还可以制作各种耐磨性 加喝抗腐蚀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设备 不管是地下还是海洋环境 都可以提高设备的开采效率 同时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稀土钢的研发和铸造 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 虽然历经了一番曲折 但是中国稀土钢依旧铸造完成 与国外很多国家相比 中国的稀土钢技术有着众多专利 已经是领先地位 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向上运行 有着积极的影响 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稀土钢的巨大潜力会得到释放 它的应用范围还会不断扩大 成为国家战略重要科技力量 你又见过稀土钢吗 你认为未来还可以在哪些领域展现它的实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